熟悉Office软件的同学肯定知道 这个图标代表保存 它的原型是这个 一张3.5英寸软盘 这是在个人电脑上最早使用的移动便携储存器 在光盘和U盘出来之后 3.5英寸软盘很快就消失了 剩下这个图标沿用至今 今天我想聊的东西跟3.5英寸软盘一样 也是一个需要翻箱底很久才能有点印象的东西 仔细回想 我最早接触打字游戏应该是小学电脑课 老师教完我们手指该放哪之后 就认给我们一个飞机打单词的游戏 那个时候还玩过什么警察抓小偷 青蛙过河那样子的小游戏 最近我专门去查了查 他们一个叫生死时速 一个叫激流涌进 都是金山打字通里面的游戏 其余还有打地鼠 苹果树 太空大战 我相信大部分人小时候练打字都有这一段记忆 要非常快速地打出完整的句子 连大小写和空格都不能放过 极其刺激 还有 要在荷叶飘走之前移动到下一片荷叶上 我总是喜欢挑字母少的打 那时候学校计方里的电脑 就是我们能够接触到最好玩的东西了 打字游戏虽然重在教学 但在我的童年里也算是非常好玩的游戏了 等到我们熟练了打字这件事 在非常短的时间里 打字游戏就在我们的学习生活里 瞬间蒸发了 就像他从未来过一样 所以 打字游戏去哪儿了 简单搜索后发现 金山打字通 直到2016年都还在更新 但五个打字游戏内容完全没变 我像正在当老师的粉丝朋友 大狗子咨询了一下 他告诉我 现在的小同学 还是用的金山打字通练习打字 好家伙 竟然还能零代工 最早的打字游戏 其实不怎么像游戏 更多的是一种教育软件 寓教于乐的让小孩子练习打字 放眼世界 英语世界也出现过像海绵宝宝学打字这样的游戏 任天堂甚至还授权过一个 Mario Teachers Typing这样的打字游戏 非常粗糙 九几年的任天堂还没把IP当个宝 还能授权出这样的东西呢 这也算是少数你能在PC上玩到的官方马里奥游戏了 只不过是DOS系统的 不过随着电脑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常见 有些东西还是变了 现在有了智能手机 青蛙过河 哪有王者荣耀好玩 在以前 警察抓小偷这样的游戏 都能算得上是饱含游戏设计感的 优秀互动娱乐的作品了 打字游戏也确实曾经辉煌过 故事还要从街机厅说起 只要你去过任何一家街机厅 你十有八九玩过这个游戏 死亡鬼屋 世家的光枪射击游戏 在众多的光枪射击游戏里面也相当的有名 后来还移植到了其他的平台 今年还刚刚公布了要在Switch上重置 玩法非常浅显易动 拿枪打僵尸 挺好玩的 但是世家天才的开发者并不满足 他们觉得用枪来打僵尸 实在是太不酷了 那么还有什么武器比枪更加牛逼呢 当然就是键盘啦 僵尸 看我键盘侠 噼里啪啦 敲死你 在原版游戏里 里面的人类都是拿枪的 现在 人手一个键盘 背上还背了一个Dreamcast主机 插着一个巨大的电池 就这样 死亡鬼屋就变成了死亡打字员 be happy and get fat 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靠鸡汤我就能够把你打死了 哎哟我靠 僵尸也会开车 死亡打字员改编自死亡鬼屋2 最早是1999年出在世家的Naomi街机上的 直接就在街机上摆了两个大键盘 谁要去街机厅投币练打字 直到后来 移植到了Dreamcast 又移植到了PC 才获得了一些商业上的成功 后来甚至还出了续作 死亡打字员2 和死亡打字员overkill 再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在死亡打字员出现后的10年里 我几乎找不到任何打字游戏留下的痕迹 不过这也可以想象 2000年以后 个人电脑加速普及 缩小降价 还出现了智能手机 打字从需要在学校里训练的技能 变成了很多人从小一起长大的 司空见惯的东西 打字游戏也就显得没那么酷 有种过时的气质 缩水的市场支撑不了三叶游戏的开发 但如果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 近几年有雨后春笋般的 出现了很多打字游戏 当然这些要感谢这几年一路高歌猛进 给不少游戏类型带来了 文艺复兴的独立游戏 如果不去专门了解的话 肯定不会知道 近几年推出了这么多 结合了打字玩法的独立游戏 更让我意外的是 它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 非常好玩 Type Knight 应该是这里最传统的一个 玩家要尽可能快地 打出敌人身上的单词来消灭它 额外还可以输入自己定义的咒语 可以举盾防御 Type Knight有很多种难度可选 但每一种都很难 打错字母需要自己手动按后退 删除重新输入 在紧急情况下 很容易手忙脚乱 一个词都打不对 对待打字算是非常认真正统 硬派 要想进步 就需要像修行一样对待打字 The Text Assist 更加硬核 更加猎奇 它很巧妙地把打字游戏 和弹幕游戏 结合在了一起 打字在这里有一个另外的意义 涌唱 驱魔师 面对附身普通人的恶魔 拿起手中的圣经 念出震慑住恶魔的文字 一句一句形成连段 最终组成净化恶魔的段落 期间恶魔会向你发射 眼花缭乱的弹幕攻击 只要你手里拿着圣经 你就是无敌的 但一旦被击中 圣经就会从手中掉落 不及时捡起来 恶魔的攻击就能伤害到你 游戏风格非常cut 而且还很朋克 可惜还是太难了 下岗神父转业驱魔 真是太不容易了 再来一个 止境奇缘 这回终于是可以全程打中文拼音 有好不少 而且还有全程配音 美术也相当用心 我们可以用打字 来实现普通攻击 火焰攻击 寒冰攻击什么的 玩起来还挺上头的 我很意外的是 这个游戏的解谜要素 竟然非常多 比如这个冰的关卡 当我们走在冰上的时候 是不能变换方向的 如何到达我们小区的位置 就要动动脑筋啦 止境奇缘 时隔五年 竟然出续作了 Nanotale 就在今年三月 刚刚发售 其他小一些的游戏还有 不要求你打字很快 而是要求你按照节奏 通过障碍的免费小游戏 Just type this 不要求做任何输入 只把键盘的每一个按键 当成代表位置的控制器的 Keyboard Sports 还有和输入和键盘都关系不大 只用字母代表位置的攀岩游戏 GURP 对于这些独立游戏开发者来说 键盘并不只有WASD四个按键 如果你低头看一下你的键盘 字母那一排的前几个就是 QWERTY 就是这个键盘布局的名字 Keyboard Sports 这个游戏预计今年发售 它的副标题叫拯救QWERTY 它的开发者是这样说的 咱们面对现实吧 键盘快死了 比起一个正儿八经的键盘 现在大部分邮件都是在手机上输入 大部分游戏都是用手柄玩的 这也只是开始而已 你现在能靠语音输入 虚拟现实和你的电脑交互 甚至用眼睛看就行 现在拯救键盘已经来不及了 Saving QWERTY 是我们给美好的键盘的最后的送辞 所以打字游戏去哪儿了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 打字游戏令人意外的去了又回 依然活跃着 只不过角色变化了 从过去风口上诞生了一个教育软件的附属 经历过短暂的辉煌之后 变成了现在一个服务于复古小众口味的独特玩法 看着目前机械键盘的火爆程度 打字游戏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 靠着一群有情怀的开发者 还在不断吸收着其他玩法的血液 还在不断变化 等着新一批刚刚接触独立游戏的小朋友们去发现 这一个独特新颖的游戏类型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可以的话 留一个三连哦 感谢大家的游戏